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那么节目之前 给自己的游学打个广告 那么我会在9月21日和22日 就是那个周末 会带着大家去到北京的香山植物园 很有天坛和仙农坛进行游学 有人说这植物园有什么好讲的 三喵你懂植物吗 没说我不懂略懂 而且植物园里面 有很多很多名人的这些墓葬遗迹 比如说梁启超的墓 孙传芳的墓 曹雪群的轰隆梦 跟那里很有渊源 而且您在那里面 能看到乾隆年间修的雕楼 这其中大有故事 那么天坛和仙农坛 那就是古代的祭祀礼仪 皇上的一亩三分地等等 您要是感兴趣的话 就从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报名 谢谢诸位 我在北京等着您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就是我们知道纳粹德国二战的时候 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黑科技 所谓的这种先进技术 而当时的纳粹德国 我们说不管它的武器再先进 有一个命门 什么呢 你这飞机 坦克 军舰 你都得烧油 而纳粹德国没有油 那你怎么办 当时纳粹德国也是有办法的 它开发出了这样的一种煤 合成石油的技术 并且大规模的运用 并且对它是寄予厚望 非常非常希望 这样的技术能够让他们的部队在战争期间没有燃料匮乏之余 那么这个想法是很美好的 而这种煤合成石油的技术也的确在二战德军的燃料储备当中占了相当相当大的比重 但是后来正是因为这项技术卡住了纳粹德国燃料供应的脖子 卡住了命门 到后来盟军轰炸的时候 它反而加速了纳粹德国的灭亡 那么王小了说 那么这就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 王大了说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作死 那么今天就简单聊聊这个 其实这个煤合成石油这个事情1910年代就已经有了 那么当时这个化学家贝奇乌斯 他就是想办法把煤这种煤气这种一氧化碳 然后加上氢气变成这种饱和厅 这个CNH2N加2 然后再加上这种水 这样的一个反应在高温高压和骨催化剂的这种情况下 能够进行下来 那么后来费西尔和陶普曼他们又把这个反应进行改进 那么从化学的角度讲 这样的反应意义重大 因为它是对于化学的热力学和动力学一些理论的一次非常完美的检验 而且这样的反应又对于这种金属催化剂这个领域 算是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所以贝奇乌斯后来在1931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这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 那么对于德国来说 这样的反应拥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自己是基本没有石油的 但是它的煤炭资源非常丰富 中学 蒂里克都学过 德国的卢尔的煤 那个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反应 源源不断的把这个卢尔区的煤变成石油 那么这样的石油可不就能够供应德国将来的石油的这种消耗吗 和平时期 汽车的消耗 战时 这些战争机器的消耗 这不两全其美吗 1926年的时候 德国的法本公司就看中了这个前景 就买下了贝吉乌斯这样的反应专利 并且在1927年把这样的反应投入生产 生产出第一批从煤炭合成的这样的石油 并且经过分流可以得到汽油 煤油 柴油 那么副产物 当然就是石辣等等 那么反应是走通了 就一个问题 这成本太高了 从这种煤里面提炼出来的汽油 它的成本是美国进口的航空汽油的10倍 那么如果想要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想要进一步的开发的话 可以两个前提 第一个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第二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客户 生产多少 要多少的燃料 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1933年纳粹党上了台 那么希特勒 他是要重新武装德国 而且为德国一战当中的战败 报仇的1935年他撕毁了法尔赛合约 他从头组建德国空军和德国海军 并且在陆军当中组建了机械化部队 这些都需要巨量的石油 而这个法本公司从煤炭合成石油的工艺 当然得到了希特勒的高度重视 那么希特勒就数次会见法本这边的董事会 就是说资金不是问题 我们德国政府可以往里面使劲的砸钱 要求几年之内产量扩充六倍 能够满足武装部队的所需就行 而这个法本公司也是 我太想进步了 紧跟着纳粹党的脚步 三下五出二的把自己公司总事会里面 那些个犹太裔的通通给开除出气 而且在纳粹德国兵部雪人占领奥地利 杰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杰克斯洛伐克全境的时候 那么法本公司也是跟在德国国防军后面 指示哪些地方的化工厂我可以马上接收用来扩大再生产 那么当然扩大再生产劳工集中营囚犯 所以到了1940年战争一开始 纳粹德国赢赢赢赢 这个阶段 整个从煤炭当中合成的石油 法本公司提供的这样的石油 占到整个德国军队石油消耗量的43% 而对于德国空军来说 这个数字是95% 可以说没有这种煤合成石油 那么德国空军就什么都不要想了 当然了 那个时候法本跟纳粹德国 那是一段双赢的蜜月期 那么如果战争就这么结束的话 那么法本公司当然是能够安全着陆 赚个盆满钵 谁曾想 这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人家有雄心 他是在1941年的时候闪击苏联 在他看来这苏联 他就是一个破房子 我在门上踹一脚 整个破房子就能塌下来 这要不能一小时22分闪击莫斯科都算慢的 但谁曾想 这个苏联军队抵抗顽强 这纳粹德国在苏联是进退两难 举步维艰 那么一下就到了1941年的冬天 那么过去煤合成的这种石油产品 各种各样的燃料还没有爆发问题 这个时候问题集中爆发 为什么呢 在零下20度之下的低温下 这样从煤炭合成的燃料 它会变得粘稠 那样就被冻住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发动机就没有办法去打火 这种零下20度以下的低温 在当时的苏联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那真的是随处可见 所以德国士兵一方面动得哆哆嗦嗦 另外一方面有传言 德国装甲兵还得在自己的坦克底下去烤火 然后让坦克一直是热的 避免燃料凝结 当然传说归传说 当时德军的确有很多的重型装备 坦克装甲车卡车这些 因为燃料的凝固粘稠而被完好无损的抛弃 这也造成了德军在战场上 德国陆军的第一次大溃败 那么当然 法本公司收到了前线部队的反馈之后 开始去调整这种合成燃料的配方 那么到了后来 这个法本的合成燃料的确可以不在低温下凝固了 但是就是在1941年的那个冬天法本公司的合成燃料 的确让德国人在那个时候永远的丧失了一次结束战争 胜利结束战争最好的机会 那么到了1944年的时候 战况对于纳粹德国已经非常不利了 这个时候法本公司的煤合成石油 还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德国军事工业 这个时候他们占到德国总燃料供给的52% 德国空军燃料供给的92% 那么这个时候盟军的轰炸机已经铺天盖地的出现在德国上空 开始轰炸德军了 那么当时盟军的轰炸机指挥官 他们的一个想法是干什么呢 我要去轰炸的目标应该大十二大七寸 精准的让德国战争工业一下子瘫痪 你像炸坦克工厂 炸飞机工厂 这些都是最末端的东西 我要去炸一个中枢的东西 1943年的时候 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的斯维因福特轴承工厂进行了轰炸 那么按照常理 任何的武器都是需要轴承的 只要把轴承工厂端掉 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会立刻瘫痪 但是谁曾想 这轴承工厂我可以立刻切换成小作坊生产 当时的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 一方面把轴承工厂切换成小作坊生产 另外一方面 它是从中立的瑞典进口了很多的轴承 所以德国的战争机器还是能够开动下去 并且在它的带领下 1944年德国军火的生产攀上新高 这就是所谓的纳粹德国军工生产期间 那这个时候盟军就开始盯上了煤合成石油的这些炼油厂的主意 为什么呢 这盟军也知道 你这德国天然的油田就那么几块 绝大多数的燃料 你是要靠煤合成石油的 而且这些个炼油厂 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反应斧 分流塔这些东西 非常显眼 而且是根本没有办法化整为零 变成小作坊的 就它了 那么1944年春天在盟军掌握了德国上空制空权之后 就开始对纳粹德国的煤合成石油工厂 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轰炸 而这样的轰炸效果立竿见影 那么1944年6月份的时候 纳粹德国的原油产量首次出现了下降 之前是六七十万吨每个月 现在下降到了五十多万吨每个月 到了七月份进一步下降到四十多万吨每月 那么这样的原油产量是远远不够前线部队的消耗的 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德国空军 前面讲过 德国空军九成以上的人都是靠着这种煤合成石油 七月十日轰炸机部队的全部的训练和作战几乎就终止了 战斗机部队得到命令 没有命令你是不能够起飞的 飞紧急情况不能起飞 那么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盟军把一座一座炼油厂化为火海 而自己的飞机因为缺油在地上不能动弹 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所以到了1944年的年底 纳粹德国缺油已经到了如此的程度 那么年底的阿登反击战 希特勒是集中了能用到的所有装甲部队 准备在阿登山去做拼死一搏 想要翻盘的 那么燃料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 东拼西凑 才勉强的凑出了第一阶段的燃料 但是这第一阶段远远不够整场攻势使用 所以说当时德军的计划就是夺德斯帕地区美军的一座大油库 这叫一战养战 结果这次攻势功败垂成一夜 决定了阿登攻势的失败 那么到了1945年的春天 匈牙利战场上 纳粹德国统帅部甚至都发出命令 什么呢 命令部队从被击毁的敌方和己方车辆里面 尽可能的汲取燃料 燃料缺成这样子 那么到了战败的时候 纳粹德国不缺飞机 纳粹德国不缺坦克 当然他们低油不胜 动不了也上不了天 就这样迎来了彻底的战败 那么当然了战败之后 这盟军一调查 你这法本跟纳粹这么多说不清道无明的关系 就给他拆分掉了 这也就是法本公司赋逆纳粹这样的下场 所以说纳粹德国本来以为 煤合成石油这样的工艺是一种大杀器 能够帮助自己赢得战争 到最后确实因为这些炼油厂被空袭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 美国国父亚当斯说过一句话 就说我应该研究政治和战争 这样我的孩子他会研究技术科学数学 这样他的孩子会研究艺术文学美术陶瓷等等 这话可能很多人不理解 那么反过来就理解就对了 就是如果你的政治体制 它就是歪的 它就是反人类 它就是以全世界为敌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的所有的技术 什么的 到最后只能去作为这样邪恶体制的殉葬品罢了 那么纳粹德国煤合成石油的技术 不可谓不先进 到最终也是这样的结果可为明正义 那么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